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在之前的视频有说到过 我从10月26号开始尝试纯肉饮食 打算尝试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在那期视频之后呢 有很多朋友来问我 纯肉饮食到底要吃什么 是不是只吃瘦肉 是不是一种高蛋白质的饮食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 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纯肉饮食的金字塔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生酮饮食的实践者 在探索低碳生酮饮食 和间歇性断食的过程当中 会跟大家分享 我找到的健康小知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也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可能有不少人都没有听过 什么叫纯肉饮食 但其实在全世界 有很多人都在尝试纯肉饮食 也有坚持纯肉饮食 超过十年以上的人 从减肥到自体免疫性疾病的好转 包括肠道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甚至精神健康 在纯肉饮食之下 都有了惊人的改善 那纯肉饮食 简单来讲 就是所有的食物和饮料 都要来自于动物王国 想象一下 特别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所有他们不吃的东西 就是纯肉饮食 要去吃的东西 虽然这个原则是很简单的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也有一个主要次要的区别 好的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纯肉饮食金字塔的下层 也就是整个饮食的基础是什么 首先呢 纯肉饮食 其实跟原始饮食的概念 有些类似 如果你了解进化论 就会知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我们身上的很多特征 都是在整个进化的漫漫长河当中出现的 但是进化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和我们那些如毛饮血的祖先 在身体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在想到纯肉饮食要怎么吃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吃什么 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获取到了一头猎物 这头猎物身上绝大部分能够吃的东西是什么呢 很显然就是他们身上的肉 当然了我们会说 动物身上的内脏很丰富 甚至动物的骨头里面也有骨髓可以食用 但是他们占的量都是比较少的 所以整个纯肉饮食占据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肉 也就是瘦肉和肥肉 如果说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海边 生活在河流边 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食物来源 就是鱼类和海鲜 那这些也应该是纯肉饮食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在金字塔的最下层 你应该去多吃的包括瘦肉肥肉鱼类 瘦肉呢很多人会去吃的是反芻动物 所谓的反芻动物包括牛羊鹿 包括北美的野牛 那他们的肉类呢是蛋白质和脂肪分布比较适中的 但当然其他的动物都是可以吃的 鸡肉 鸭肉 猪肉都没问题 那鱼类我们更推荐大家吃的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类 三文鱼 沙丁鱼 还有鲸鱼都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那脂肪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纯肉饮食绝对不是只吃肉 事实上纯肉饮食也是一种高脂肪的饮食 脂肪每一克就有9卡路里 那蛋白质和碳水都是4卡路里 所以当你有意识的去多吃一些脂肪的时候 你的饮食当中脂肪的比例就会自然的非常完美了 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如果捕猎到了一头动物 他绝对不会把肥肉扔掉不吃 因为这些是他最重要的热量的来源 所以你在饮食当中可以去多吃肥肉 那当然也可以尽量用一些动物油脂来进行烹饪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层 也就是次药的组成部分 首先呢 蛋类我们经常会想到的 或者说我们吃的最多的当然就是鸡蛋 但是除了鸡蛋 当然鸭蛋 鹅蛋 各种禽类的蛋类都是富含丰富营养的 那其实包括鱼子也是属于这个类别当中的 那蛋类尤其是蛋黄是富含多种营养 多种芝蓉性维生素 尤其是这些维生素是你很难在肉类当中吃到的 比如说生物素 比如说胆碱 维生素K2 这些都是蛋黄当中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那如果你能吃到三文鱼鱼子 鱼子酱虽然可能比较昂贵或者是不太好买 但它当中富含的Omega3脂肪酸是非常多的 骨头汤是在纯肉饮食当中重要的一种食物 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去补充电解质 而电解质在纯肉饮食包括生酮饮食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吃的碳水比较少 体内水分流存就会相对减少 那尤其在转换饮食的初期 身体在排水的过程当中会流失大量的电解质 所以骨头汤是帮助你去补充电解质的很重要的方法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食物就是内脏 内脏是动物身上最最最有营养的超级食物 可以吊打最近网路上最流行的那些超级食物 很多很多倍 那只要一周吃上一到两次的内脏 尤其是肝脏 你就可以补充大量的 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C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维生素 所以内脏对于纯肉饮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的 那最后呢 在金字塔的上层会有这样一些不需要摄入太多 但也非常重要的食物 第一个就是电解质 在刚刚开始进行纯肉饮食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呢 就是注意补充电解质 很多纯肉饮食的实践者会在饮用水当中添加盐分 比如说一些海盐 一些喜马拉雅粉盐 能够帮助你留存住体内的钠 另外呢 一个在金字塔上层的 也是比较有争议的 就是乳制品 很多生农饮食的人都已经学会不再喝牛奶了 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乳糖 其实碳水是比较高的 但是会有人说 既然纯肉饮食 你只要吃动物王国的食物 那乳制品显然也是符合标准的 其实这件事呢 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有一些人呢 会对乳糖不耐受 那也有一些人对烙蛋白过敏 如果说你完全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乳制品也有可能会拖慢你减重的速度 但如果你的目标并不是减重 你完全可以把乳制品当作饮食的一部分 那尤其呢 是奶酪 因为奶酪当中乳糖已经被发酵的差不多了 奶酪也是一种营养密度非常高的食物 包括酸奶是一种发酵食物 能够有效的补充肠道的益生菌 那如果你一定想要喝牛奶的话 很多人会去选择生牛奶或者生养奶 因为它们当中富含更多的营养物质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金字塔这些食物以外啊 也有一些呢 是值得讨论的 比如说呢 就是调料 包括香料 很多人在烹饪的时候 一定是要放各式各样的调料的 否则呢 就会觉得难以下咽 那大部分纯肉饮食的人 是不会太在意调料和香料的使用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点是 如果你对这些调料和香料 完全没有不舒服的反应 你当然是可以吃的 那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点 就是咖啡 咖啡是来自于植物的 那在纯肉饮食当中究竟能不能喝呢 很多严格纯肉饮食的人 是慢慢会把咖啡戒掉的 因为他们的理论是 如果你的身体足够健康 你是不需要这种刺激物 来让你保持清醒的 但是 现实社会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是咖啡上瘾了 在纯肉饮食当中 完全是可以摄入咖啡的 那最重要要记住的点 就是食物的选择在于自己 食物对你来说 会不会让你不舒服 会不会让你有不耐受的情况 要完全看你自己的身体反应 如果你纯肉饮食30天之后 觉得很舒服 我想一直这样下去 那当然可以 但如果说你决定要去加一些食物 你也可以把你喜欢吃的 而且没有反应的食物 慢慢的加回来 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食谱 那这才是我们去实行 限制性饮食的最大的意义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今天的一些数据和资料 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by bwd6